熊淮派来的使臣已经到了 这熊淮 也有向本王 摇为起怜的一天 大王认为 接下来该怎么办 想必丞相 已经有主意了吧 为表我大秦之意 将六百里商鱼之地 送于楚国 丞相 你病了吗 开始胡言乱语 请大王听张仪把话讲完 前提是 楚国必须与齐国断交 那熊淮 岂不是 要失信于天下 臣要的就是这个目的 从此天下 无人相信熊淮 无人敢与楚国联盟 楚国便陷入 父辈受敌孤立无援之境 以六百里商鱼之地为诱饵 办法不错 只是熊淮会伤够吗 当年六国合纵 齐楚两国本就心怀鬼胎 暗动不止 加之田击从中挑唆 熊淮对齐国就更是厌烈 如今合纵明存实亡 熊淮主动派使臣来勤 怕的就是大王 把六国功勤之罪 怪到楚国头上 只要我们加以利用 大王 如果你是熊淮 是要一纸明存实亡的盟约 还是要六百里卧土 话虽如此 可是那六百里卧土 给了楚国 是在糟蹋了 大王无须担心 待我大秦将士南下东进之时 别说六百里 他整个楚国都在我大秦脚下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丞相 去楚国走一趟